北魏设六镇 原本是为了防御 柔然呢 这些少着民族的入侵 防止北方的少着民族铁骑南下 所以他们专门设立这六地方 派鲜卑族的兵马 常年驻守于此 那么这六镇的汉人 还有其他民族的人民呢 大多是内地的罪人 犯官 贬官 把他们发配到这来 在这个地方 屯居 种地 开荒生产 魏朝早先时间 对这些边将的待遇们 还都不错呢 你看有罪的人到这没罪了 定居了 是鼓励人北迁的 自打孝文皇帝南迁到洛阳之后 这都城往南了 迅速的汉化 那么王宫 朝市 大多 也以清流自居 接受汉文化影响 反过来 对于北方 这六镇兵民呢 甭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 都有些看不起呢 我们都不这么穿了 你们还穿这个呢 说的这些位都不高兴 总而言之吧 六镇军民在不断的被边缘化 而已经南迁到洛阳的这些高层贵族们 越来越鄙视他们 这个矛盾就出现了 从前 以军功得官的机会 现在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 边关已经没有什么战事了 你不劳打仗的话就没法升迁呢 而洛阳里边是门阀大族 那和着这些五官们 就这意思了 变成像南朝那样 以门帝以财学取人的洛阳城呢 哪有这些五官站脚的地方 六镇将领 在跟当地百姓的冲突中 被这百姓杀了 实际就是一种积怨已久造成的大爆发 所谓六镇起义 由此而开始 匈奴族跟那些起义了 他们联合北魏的柔然 一块在六镇 这北部边疆 就造了反了 当时奉命前来的 就是北魏的全臣尔朱荣啊 尔朱荣在镇压六镇起义的时候 收获了一元大将 这位就是高欢 高欢很勇猛 善战 聪明 在跟着尔朱荣后 时间不长 就成为尔朱荣的卫队长啊 这个职务 那可得是亲信呢 卫队长负责的主要 将领的这个安全 那兵都得加一亲字 亲兵吗 亲兵卫队啊 这不信任的人 可不能往这安排 尔朱荣 很信任高欢 有一次大白酒宴 尔朱荣招待镇压六镇的这些功勋 说哪天 我要死了 你们看看谁能做军中主帅啊 大会听您有堂弟啊 应该是尔朱赵将军 尔朱荣微微一笑 不然哪 我以为尔朱赵虽然勇猛善斗 但他能统领的人马 也不过就是三五千左右 军马再多了 他自己恐怕就乱了阵脚了 能代替我统一三军的 只有高欢哪 说的高欢 都没敢吭声 这叫什么呀 这叫英雄爱英雄吗 应该说奸雄实奸雄 尔朱荣看出了高欢的野心 又喜欢他这人才 想加以利用 又不得不加以戒备 尔朱荣被杀之后 这尔朱是家族 不是纷纷起兵反叛朝廷吗 当时高欢 已经被调到晋州 做刺史了 为什么 有人给尔朱荣出主意 别让他再跟前 小心他伤着你 所以这高欢 倒因此而必获 在晋州这地 他也得着信了 作为一方将领 也得为自己的雇主 尔朱荣报仇啊 所以带领人马 他跟着尔朱赵 一块攻打洛阳 现在自己晋阳的这些人马 应该说不是很多 要想把这人马壮大 高欢就想起跟自己一块投降过来的那六阵降族了 六阵降族可不是少数啊 你想他是主要靠打仗来保护边关的安倍 这六阵的降族可是能争贯战富有战场战斗经验的生力军 他们大都是鲜卑人 当然里边也有汉人 匈奴人 敌人 枪人 这些人是被征兵抓撞兵抓来的 来到了黄河以北之后 受到了尔朱氏家族的这种灵暴跟欺辱 造反好多回了 也被杀了很多次了 现在这些都是屡屡逃过大屠杀的幸运者 但是这个仇恨 岂能因为屠杀而泯灭 虽然被人家镇压了 心里边都不服 现在听说尔朱荣被魏庄帝给杀了 好啊 可除了心头祸患 咱们跟着魏庄帝找咱们雇军吧 一听说不对 魏庄帝也被勒死了 被谁勒死的 被尔朱荣的足弟叫尔朱赵 哎呦 大伙一听这怎么办呢 跟着尔朱赵 他是弑君之人 咱们能有活路吗 大伙心里边就有些飘移不定 而这会儿呢 勒死了魏庄帝掌握魏国权政的尔朱赵 也有些头疼 心想那天喝多了 不应该这么快就让魏庄帝死了呀 留着皇帝多留两天 我不还多一傀儡吗 我现在手里边没皇帝 说话可就单了 向高官 咨询咨询 请教请教这位大将军的意见 高将军有何高论呢 高官一听 木下嘛 应该说六阵降兵 多次反叛 不能把他们全杀了 全杀了的话 天下人寒心 大王应该选心腹之人 去统领他们 安抚他们 再有反叛 抓一两个头领 归其罪 杀一井百就可以了 以前尔朱荣将军杀了那么多人 六阵部依旧在不断的叛反吗 杀的人越多 这仇越大 所以应该以招负为主 这样 外有六阵做内应 您在朝中 洛阳城里 不就是随心所欲 患于护风了 谁能拦着您呢 啊 而朱昭一听对 现在担心的就是里外 两边一块乱 他手大捂不过天呢 那谁能去六阵 作为我的心腹 当那六阵义兵的头领啊 这话音刚落 旁边有一块喝酒的一位将军 叫贺把允呢 这贺把允呢 应该叫贺把允 怎么呢 每喝一把他就得晕了 这会儿正晕着呢 把这酒喝完了站起来 啊 大将军 要我看 就让高 高欢 高将军 去统领六阵降兵 这话音刚说完 耳朱罩还没等反应过来 高欢急了 他一摇摆桌子就踢翻了 冲到进去 罩着这贺把晕 你真晕了 你当给他来一拳 打得满嘴找牙呀 牙子打掉了 你好大胆 把这贺将军都打懵了 啊 怎么这么大劲 太原王在世的时候 高欢说 太原王就说那耳朱容啊 他活着之后 我等众人要听太原王的 现在太原王刚刚归天 什么事都得听耳朱罩王爷的 你是什么东西 你凭什么派我去 轮到谁说话 也轮不到你呀 他这句话 说得耳朱罩这感动啊 对呀 家有千口 主是一人 现在这喝巴晕 大概是喝多了 你能主得了我耳朱家族的事情啊 耳朱罩一听高欢这番话 是冲着自己说的 很感动 这高欢对我们耳朱家 那是忠心耿耿啊 这会儿啊 这耳朱罩也喝多了 借着酒劲宣布 六阵降兵的新统帅 就是这位晋州刺史高欢了 高欢好不乐意啊 如果没这本领 我跟这大将军多安全 实际心里边乐的 简直那心都开了花了 他一直以为 在耳朱罩手下 甚至于说在耳朱家族手下混事 最为难的 就是不能够自我壮大 尤其耳朱罩活着的时候 对自己严加防范 他把自己扔到晋州了 要不就亲兵卫队队长 那哪有独立空间呢 现在有了自己六阵军队 这真是天赐其变啊 老天爷对我够恩宠的 也多亏了这赫巴晕了 赫巴晕就这赫巴呀 赫巴将军 真是给自己演了一出 很好的双黄戏 他无意中的配戏 竟然如此的自然 耳朱罩偏偏这酒喝得倒亮 发出这么一个命令 这不是天意吗 高昏心里边高兴 脸上没带着 他生怕耳朱罩 一会儿醒过来后悔 拜卸完耳朱罩之后 偷偷就溜出大营了 马上一声令下 现在受耳朱王爷的命令 同管六阵兵马 所有跟六阵相关的兵兵 都到焚河一东 接受我的号令啊 说完话 带着这人马 先奔了曲川 建立统军大营 发出号施令 六阵降兵一听 早就不乐意跟耳朱士干了 你敢把皇帝勒死 你没事就杀我们这些 少数民族的兵兵 我们即便是低族枪族 跟你们不是一族的 也不能想杀就杀呀 对 咱们跟高欢找高欢去 哗啦一下 都聚集到高欢的麾下 高欢 比原先预计的人还要多呢 打这儿起 他就敢公开跟这耳朱罩对着干了 有一次 上书给耳朱罩 说山西这一带 双灾旱灾太多 兵士们的粮草难以解决 我请求啊 遗失到山东一带解决军粮 本意就是离你远点 省得老受你的控制 耳朱罩军中有谋士啊 联盟劝告耳朱罩 可不能让他走 现在四方作乱 人怀抑制啊 每个人心里想法谁都不知道 那么高欢这个人 应该说是有才华 有胆识之人 现在我重兵 要是远离王爷您 那就是我兵于外 正如借蛟龙以云语 你想再控制他可就不容易 这话说的够多透啊 偏偏这耳朱罩 他有勇无谋 没当回事情 你多想了吧 我跟高欢 那可是拜过靶子的兄弟呀 这谋士一听嘴角咧了 好像哭了 怎么 当今乱世 亲兄弟都不可信 你们的靶兄弟算的什么呀 嗨 耳朱罩一听 黄天后土的给我们作证了 你敢轻视我们靶兄弟 我们是一蒙的 你哪儿的呀 我压起来 把这忠心耿耿的谋士 关进牢房 做了大牢了 下令允许高欢 移师到山东 解决粮食问题 高欢率兵由晋阳出发 中途 还抢了好些东西呢 其中 就抢了耳朱罩的老婆 带来的豪马 三百匹 耳朱罩被杀以后 他的老婆带着手下亲信逃跑了 其中有三百匹宝马 正被这耳朱罩的大将高欢碰上 按说这是雇主的前妻 就算论哥们 这也是老嫂子 你抢他干嘛 高欢不管不顾啊 抢了三百匹宝马 大的方方上路了 这位嫂夫人哭着 就来找耳朱罩来了 耳朱罩一听什么 马都丢了 嫂子别着急 是谁抢的 高欢 哎 我把兄弟能干这事吧 赶快把那毛氏放出来 这才知道这毛氏 说的有道理啊 毛氏一听主公 现在追高欢还跑不掉 他还没到了山东呢 耳朱罩亲带兵马 随后追赶 来到了张水河畔 隔阂相望 高欢刚刚过张水 就在张河那边 高欢 败谢耳朱罩啊 我借了令嫂的宝马 是为了抵御山东的盗贼 我到那要找粮食 难免要打仗 如果您相信您嫂子的禅言 那我没办法 我只有过河 君子受死 让您把我杀了 我属下这些人马 不都归您了吗 他们要不听您的调解 败王而走 跟我也没关系 我洗刷我的冤名啊 如果您信任属下 您就过张河来 这耳朱罩 真是胆大而无脑 他居然就策马 渡张水来了 高欢没想到 这家伙真过来 跟高欢 携手共入大营 咱们是爸兄弟 我怎么能不信任你呢 有人说 你高将军 想把我杀了 高欢一听什么话呀 好马难忘雇主 您虽然跟我有兄弟之仪 您也算雇主啊 就见这耳朱罩 苍朗一声 把配刀拔出来了 把自己脖子往前一伸 刀交给高欢 来兄弟 照哥哥脖子上砍 高欢一看干嘛 改会会了 这不有点流氓劲头了吗 哎呀 他不敢接这刀 我扑通跪去 高欢放声大哭啊 兄长 你们耳朱家 对我有何等恩惠啊 我进中心还怕来不及 我怎么敢伤您呢 更别说杀您了 我想都不敢想 梦都不敢梦 你们世世代代都是我高欢的恩人呢 哎 我说嘛 耳朱罩 还刀入鞘 高欢吩咐 设白酒宴 哥俩 对饮 都喝多的 喝得还有一丝清醒的时候 高欢吩咐 杀白马 设蒙事 好立白马蒙了 进一步表示 哥两个感情夺铁 高欢的属下 埋伏了人马 想要杀点儿朱罩 就等着高欢一句话了 高欢喝多了吗 假的 高欢没喝多 是装喝多的 一听说什么 要杀儿朱罩不行 时机不成熟啊 现在杀了他 耳朱家族 必然会 四散分裂 到时候 都跟我作对 我好汉 嫁不住人多呀 现在先不能杀他 就这样 让这耳朱罩睡得大天亮 转个天 耳朱罩告别高欢 获张水回大营 回营之前告诉高欢 中午我那接着喝啊 我等你 在家里边准备宴席 大营里边打扫卫生 等着高欢中午过来 赴宴呢 好嘛 日头偏息了 高欢没来 请 耳朱罩请高欢度水 高欢 原想撞了英雄胆 也过去喝一顿 被他谋视拦住了 耳朱家族都什么心肠 您还真去呀 高欢一想对呀 别回来 他昨天到我这儿 是一记把我框过去 我不能去 就告诉 就说高的将军 身体不爽 改日再赴宴吧 他不来了 气得耳朱罩 隔阂大骂呀 好你高欢 我信任你 你怎么就不信任我 昨天咱不摆马萌吗 高欢心想摆牛萌也不行啊 我到您那儿 我万一保不住脑袋呢 他假装没听见 爱怎么骂怎么骂 耳朱罩可以摔人马冲过来呀 偏偏赶上这会儿 这张河涨水了 水流特别的大 你根本就过不来 哎呀 眼看着高欢 带着人马就走了 耳朱罩只能率队 先占领了晋阳 高欢拔了大营 跟着军中的士兵 一块继续向山东行进 来到山东之后 高欢严整军纪 休毫无犯 每一次带着人马 路过那老百姓那粮食地 一地的都是麦子 那怎么过呀 找那小道 就自己下马牵着江绳 走过去 当兵的谁也敢骑马横汤 老百姓十分欢喜呀 这真是一个 疼爱百姓的大将军呐 就这幅表演 跟三国演义里边 过麦地那曹曹一样 曹曹比他还过呢 那马没牵住江绳 把那麦子踩坏了 曹曹自己割发带手吗 就好像自杀了 表示对百姓 种粮食的辛苦 这么一种尊重吧 高欢收买人心 也难怪 跟这尔珠氏家族比起来 高欢做得还真就很不错 他也不知道自己属下 对这尔珠氏控制的魏王朝 到底有多少分忠心 现在老百姓民心收回来 这些左右大将们 别回来 再各打算盘 我呀 得试探试探 你说你明着就挑明 我跟尔珠氏决裂不完了吧 那哪行啊 万一有的 还忠于尔珠氏 带人马跑了 那自己力量不就薄弱了吗 为了让属下的军人 无路可退 跟自己 只能往一条道上走 高欢想出了一条妙计 他派手下人伪造了一份尔珠罩的军令 下令高欢带领六阵降兵 全部回山西 这不刚打山西到山东吗 再回去 作为齐湖军人的部下 去攻打别的湖人 说白了 借刀杀人呢 怎么 这个尔珠家族 秀荣部落 就是齐湖的一支啊 那么现在他们自己打仗 却让这些别的民族的军队 六阵里边竟是这个匈奴的 枪族的低族的人马 让他们去打头阵 那不成了齐湖人的奴兵了吗 你们死活不管 把前面敌人的锐气打尽了之后 他们再收拾河山 取县城的胜利果实啊 本来这六阵降兵 对这尔珠家族 对这齐湖兵马 就特别的悔恨在心 现在又听 只要有冒死的事 还让我们走前边 大头战 不干了 他们议论纷纷 是义愤填膺 高欢一看挺高兴 假装军令紧急 赶快行动 从的军中 挑选了五万士兵 催他们赶快出发吧 他的部将也假装 这都双簧戏啊 给士兵们请命 您能不能 先宽限我们五天呢 哎呀 高昏俩手在胸前 一个劲搓呀 这怎么办啊 上面催得紧 将士们非要歇五天 那行 歇五天吧 大伙议 嘿 高将军也心疼咱们 可是这五天时间 转瞬即逝啊 大家们又请命 高将军 能不能再宽限五天呢 哎呀 好吧 再歇五天吧 这六阵军事 要早就开出去 倒也不害怕了 咱们打仗就这样 没打之前紧张 真打起来 已经有了死人 看见鲜血了 那就不害怕了 这左歇五天 右歇五天 高昏 这诚心 让这些六阵士兵 心中的不满 跟对战争 对死亡的恐惧 这种情绪 迅速的去波及到其他人 这就跟这个瘟疫 传染病一样 算一种精神瘟疫 哗的一下 原先不害怕的 也害怕了 原先不生气的 也生气了 原先不紧张的 都紧张了 哎 高昏一看 三五一十五 办了院了 火候差不离了 作为统帅 跟这支巨大的生力军 必须搞好上下一致的 协调关系 高昏举行了一个 盛大的告别仪式 还在这做戏呢 在这告别万余人的 先遣君 送行仪之上 他自己是泪如雨下 万般无奈啊 不舍得你们走啊 你们这一去 重返山西路 是恐怕再能回来 与高昏相见的 不多了 好吧 高昏将军站在高处 他这一哭 是悲从天来啊 惊天地气鬼神 第一日五万士兵不干了 我们不想走 高昏一声叹息 哎 我跟你们一样 都是镇户出身啊 当年我也是被 尔朱农给抓去的俘虏啊 这大伙都知道 现在上面有命令 不去咱们就得死 去 也得死在将场上 左右都是死 咱们怎么办呢 有人 镇被高呼 高将军 我们跟着您 反了 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